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为了要在过年之前给独居长辈一个干净舒适的家园 为在石门的空军战术管制联队第六雷达中队 来到老美里的两户独老家中清洁打扫 而工作的同仁也一并来给予关怀 希望在过年的期间 长辈们都可以有舒适整洁的起居环境 借此也过个好年 过年除旧护心是家家户户最基本的工作 不过对于独居长辈而言 可能独自一人生活 绝对不需要那么讲究 或是老人家不方便于行 因此也就没办法打扫家园 为了要在过年之前给独居长辈一个干净舒适的家园 为在石门的空军战术管制联队第六雷达中队 到了老美里的两户独老家里清洁打扫 而工作的同仁也一并来关心 还送上了暖暖的早餐 那个汉堡跟那个奶茶 为什么要带这个 给那个阿公吃啊 你怎么知道他没吃 我有问他啊 因为对啊老人家 他昨天说生病 有看医生啊 可是我真的看着不忍心啊 他早上因为他一直叫痛 我说你有没有吃早餐 他说没有 没有吃早餐怎么吃药 所以就帮他带早餐来 可以见到空军弟兄们很快的就决定好要从河开始打扫 并且也到长辈起居室里给予关怀 扫地刷完很快的就整理好 而其实这群空军弟兄不仅在过年前为独老居家清扫 还有定期的敬摊与工艺服务 敦情慕铃 希望石门区的长辈可以更乐活 环境可以更美丽 在我们石门腹肌的空军雷达站的空军弟兄 平常他们就会定期做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 那现在因为年节近了 所以他们特别来跟我们公所合作 我们到老梅的两户独居老人家里来帮他们做打扫 那希望这些独居老人可以在过年的期间 家里干干净净的过一个很好的一个年 那除了空军弟兄以外 公所主管的志工也一起过去帮忙 那石门这里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做公益 让我们这里可以大家更幸福更欢乐 为了感谢空军弟兄的协助 居公所也准备了感谢状来自政 感谢国军弟兄在守卫家园的同时 还发挥温暖助人的精神 公所也期许有更多人一起来关怀独老弱势议题 让石门区的独居长辈不只有干净的家园 还有幸福的生活 记得到平安师门采访报道